開始大家要比較仔細要聽的當然是這次的蔡總統 到底文告上面有沒有什麼樣的特殊點 在昨天呢平面媒體也稍微曝光了一點點 關於到這一次的文告的一些重點啊 就是關於到 今年的主題主要呢 就是說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而且是堅韌之島 就是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堅韌的國家啦 不過當然這個文告的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先是給大綱 在平面媒體報導上面主要是大綱 逐字稍後才會出來 不過這一次他想要講的就是站穩兩岸政策 有四個堅持 那主軸叫做 我剛剛你也提到了嘛 堅韌之島 韌性國家 那我們就比較想好奇的是 這個韌性呢是講防疫韌性 還是防衛韌性啊 這看起來感覺是蔡政府想要把 我們的國人都打造得很有韌性 但是我們覺得應該是人民比較有韌性 人民滿有韌性的 對啊 那包含您剛剛提到的這個防疫上面的韌性 防疫是誰的功勞 誰一起守住這個台灣的疫情的 是國人啊 是從疫情爆發以來每一次我們不管是清零啊 或者是我們的防疫成功的控制住 其實都跟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人民任性很有關係 也感謝我們滿福熱的斗內 他說在轉戰網路平臺依舊給我們跟一般電視台一樣專業和轉播的實況 那當然轉戰網路平臺他說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放鬆看轉播一起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感謝大家的斗內 對我們這個有子評跟主評都可以加入 然後這個像是路過的連問他說任性粗暴的言論大可不必 不過他的任性跟我們講的任性就不太一樣了 跟總統想要講的任性不一樣 我不知道此任性是不是比任性啦 不過這一次的兩岸論述的也有四個堅持是在去年出現的 去年的文告比較特殊 我們剛剛也講到跟1218的公投很有關係 講到族群如何保持溝通的流暢 那在今年我們預期都已經出現像這樣的主視覺了 總該要滿滿的芒果乾 滿滿的抗中保台 不過好像沒看到啊 因為今年看起來如果說只是要強化那個四個堅持 去年講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四個堅持是會更加的強化嗎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發現從過去到蔡總統 今年應該算是第七次的國慶演說 那他在針對國慶演說的部分 其實說詞一年是比一年還要強硬的 沒錯 那當然每次大家也會去數說到底他會講幾個中華民國 講幾個中華民國 台灣講幾個台灣這個數字也可以看看跟去年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 當然他的所謂任性國家呢他也提到還有這個包含了是穩定經濟完備涉安 那社會安全網在這個去年一整年還有今年其實也是不斷被討論 是其實社會安全網破了一個洞這個洞到底什麼時候要補起來也不能只是國慶文告 甚至是元旦文告含含而已 尤其經濟的部分最近也是備受關注 好那當然現在呢我們可以聽到現場的這個轉播是天關機又來到了現場 因為今天呢主要是出動了兩架這個天關機包含了您在八點半左右所看到的幻象2000 那麼現在呢還有這個黑鷹的天關機的任務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三位女飛官的其中一人 那目前呢是駕駛這個黑鷹的直升機同樣呢是來進行這個天關機的任務 所以在畫面上面您就可以看到 那當然這一次呢國慶飛官的表演當中有三位的女飛官也是展現出經國不讓虛眉的這樣的一個味道存在 所以呢大家也是特別的關注在這一次整個空中的展演 尤其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雷虎的表演呢 然後其實該名的女飛官她就是從小到大的夢想就是希望可以來飛雷虎 那這一次可以說是圓夢了啦 那聽到的聲音就是目前這個天關機在我們的總統府的上方在飛行 那當然現在天氣看起來真的是雨一陣一陣的 目前雨又小了一些些 是是是 那透過轉播的方式你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天關機正在經過我們的總統府上空 好剛剛提到國慶演說我們還有一些些時間趕快把把握時間在開始之前把它說完 對除了社會安全網還有我們講到的兼任國家 當然另外一件事情還有現在疫情當中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們主題有四個部分 那其中一個部分就是希望能夠在疫情之中逆勢前進 另外還有下一波的挑戰打造四大韧性以及給世界更好的台灣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因為歷經了中美交惡 那現在的這個局面跟去年局面又不一樣了 今年我們也提到裴洛西來台之後公軍還台 那還有最近的中美形同的撕破裂 然後美方無限的挺我們的捍衛主權 甚至認為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更充實我們的戰力等等的 這些會不會造成我們的國慶文告究竟這一次的定調要成為更挑釁 還是反而做一個緩和或甚至是四兩波千斤 把重點放在我們剛剛提到的他講了很多的韌性 這個韌性包含了防疫韌性包含了經濟韌性 包含了社會安全網韌性上面來藉機轉化掉這種緊張的氣氛 這其實也是一種做法 對 因為其實在兩年前的國慶那時候 總統的文告主要是想要向對岸來遞出橄欖枝 結果沒有想到去年是提出了這個四個堅持 是比較強硬的態度 那當然今年如果是再重申四個堅持的話 會不會在用字上面又更加的強硬 這部分我們也是值得觀察到 而且包含像是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去年的文告也是跟這個公投有關係 包含了一些能源政策 但是今年除了有大選之外還有18歲的公民選 所以不曉得會不會也透過這一次國慶的文告的部分 也一併的來宣傳18歲的公民選 那當然只能點到為止 畢竟在黨政之間還是要分清楚 那幾次當然都是因應有沒有選舉 以及當時的大局其實有幾次不一樣 這蔡政府的反反覆覆 我們剛剛也提到2016的他剛上任 那個時候有強調台灣的民主以及台海和平的現狀 那在2020的時候同樣也曾經遞出橄欖枝 而那一次當然大家也了解到 就是他當選第二任總統的人 他連任的時候他又願意遞出橄欖枝了 對兩岸的態度也稍稍的放軟強調他是不會冒進也會堅守原則 也是因為這樣的定調讓我們以為去年也是今天也是 那不過當然這個此一時彼一時完全是不同的狀況 等於說這個芒果乾似乎是越賣越多 原本剛上任大家希望蔡政府是不是能夠軟化態度 結果軟化態度其實沒多久之後呢 馬上又變回了原來的蔡政府了 所以在去年的國慶文告來跟大家算一下 講了五次的七十二年 而且切開了什麼 切開了中國還有中華民國台灣 並且抛出兩岸論述的四個堅持 所以去年可以說是整個國慶文告兩岸的立場是最強硬的一次 那當然呢現在在這個總統府的廣場這邊呢 也是有看到這個天關機的任務繼續的來進行當中 那也是透過空拍機的畫面來看到總統府 看看能不能看到塔樓這邊的狙擊手呢 應該是比較小一點了 那當然今年整個國慶上面在舞台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主要是以白色為一個主視覺的這個象征啦 那白色然後中間主要就是這個粉色的 寫上了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國慶大會 你看喔這上面那個logo都直接寫著中華民國的國慶大會啊 是 欸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